俄罗斯的五九红场阅兵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曹伟东 5月9号俄罗斯将正常的举行红场阅兵 因为去年的时候由于疫情比较严重 它的阅兵时间推迟了 推到了6月24号 今年他觉得疫情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所以准备按照以往的惯例 在5月9号举行这种胜利日的阅兵 我们看到了他的这种预演 其实作为新型的武器装备 俄罗斯并没有展示出更多的武器装备 因为去年的时候 他还可以说苏武器这种隐身的战机 还有一些新型的装备 跟大家见面 但是今年似乎没有太多的新型的武器装备 但是他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今年他要准备在俄罗斯的很多的城市和地区 举行这种阅兵 也就是这种阅兵呢 不仅仅是在莫斯科的红场 而是在俄罗斯的很多的城市 为什么要举行这样的一个阅兵呢 因为我觉得他一个是要提振全民的爱国主义的这种精神 因为大家知道当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 俄罗斯人民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啊 那现在就是进行这样的阅兵 说明就是俄罗斯有很强的军力啊 就是可以保卫自己的国家安全 同时也让人民放心啊 可以在和平的环境中生活 同时呢 也要展示俄罗斯军队的这种强大 因为他毕竟现在还面临着北约东扩这样一个现实的安全威胁 只有一个强大的这个国防军 或者说有强大的国防 才能使就是俄罗斯在北约的这种挤压下啊 就是窥然不动 所以要进行这样的阅兵 再有一个呢就是要提高就是俄罗斯整体的这种军事能力的这种威慑力 因为你在阅兵的时候是要把自己的主战的装备拿出来的 是要向全世界展示的 所以他通常会把他的战略武器 比如说像他的战略导弹啊 比如说像他的主战的装备 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阿玛塔 还有这个呃其他的啊一些装甲车啊 这样的话呢装备都给展示出来 也就是俄罗斯的武器装备是现代化的 无论他的陆海空啊 对三军的武器装备都是现代化的啊 跟这个北约的武器装备是没有代差的啊 是这样一个情况 还有呢就是俄罗斯的有些武器装备 还是处于领先的啊这样一个位置 因为普京总统曾经向外面宣传过 他的高超音速的武器 比如说先锋的导弹啊 比如说匕首导弹啊 比如说像这个波赛东这样的呃核动力的潜航器啊 这都是呃他处于领先的啊 一个地位的这些武器装备 所以通过今年的这个5月9号的哄唱阅兵 我觉得一方面是要鼓舞就是俄罗斯人民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 再有一个他要给北约看 要给美国看啊 就是俄罗斯是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而不是一个懦弱的俄罗斯 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